部長好 大家早 各位同仁大家早 在營建署同仁高聲歡迎下 內政部長林又昌首次到營建署視察相關業務 林又昌表示營建署的工作主要就是要把人民生活環境搞好 因此未來應該成為一個協調大平台 積極做好跨部會的橫向連結 及主動協助各地方政府 營建署最大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就是要把人民的生活環境把它搞好 所以包括我們的整個的國土規劃 城鄉的發展 都市的設計 以及整個台灣的居住環境的提升 這個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那另外呢 未來我們營建署也要更加的一個積極跟努力 特別是包括在三大都會圈 很多的需要整合的一個工作 這個都需要我們營建署 我們內政部跨部會的來支持協調跟幫忙 也就是我們內政部 我們營建署是一個大平台 橫向的話連結各部會 然後往下的話連結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努力把人民的居住跟生活環境把它拉起來 把它提升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工作跟目標 李耀昌進一步說明營建署的工作就是推動國土規劃 城鄉發展及都市計畫 讓居住環境提升 包括大家關心的居住正義及人型環境等 其中在人型環境部分 他已經與交通部長王國才有過討論 將朝向先責定一個示範區域進行 至於外界關注的3800億元特別預算中 關於貸款補貼等住宅政策內容 李耀昌表示將警述提出完整住宅政策方向 協助國人住得起 住得起 買得起 不單單只有3800億 這個所謂的金額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們會針對所有的一個面向 來做這個政策上的思考 也成為我過去幾天曾經說過的 這個居住正義 它的一個覆蓋的一個範圍 其實怎麼樣讓人民能夠租得起 另外能夠住得起 能夠買得起 那未來有購物的需求的民眾 我們可以來協助他 所以他不只是這個3800億裡面 這個特別預算的一個使用 其實他涉及的是未來內政部長遠的住宅政策 所以未來應該要規劃用公務預算 來支持住宅政策的一個長遠 的一個執行跟推動 那3800億是一個特別預算 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有一些計畫可能可以用這個一次性的特別預算 但其他的部分未來應該納得到 內政部的長遠的一個公務預算來做推動 那我們原則上會在下個禮拜陸續的來跟大家做報告 另外對於土耳其強制引發國際關注 許多人慷慨解量進行捐款 不少政治人物紛紛捐出個人所得 牛昌也說他非常願意幫忙 協助土耳其災後重建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excuscut 消費 消費 靜 消費 消費